欢迎收看 维新世界 用意与人生 人类意志愿 人类合适去 为国家庆祝党 为宗宝来健康 大家学业劍 做人出事好安心 大家学业劍 身体健康心安眠 身体健康心安眠 大家学业劍 最受感受好顺心 最受感受好顺心 大家学业劍 人类在中间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用意与人生 我是维新身教北投教室 及中山区民检教室原则 今天非常高兴邀请林医务师兄 来跟我们做正道分享 林师兄 请自我介绍一下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第台北市中山区民检教室第十九届 您义父 阿弥陀佛 林师兄 你是不是介绍一下 我们彼此节眼的经过 我是在 因为我初级班是在明德路 明德教室第五班上课上到一半 因为有一个师兄 王师兄 因为他有祖先去往生了以后 他去那边去参加那个祭拜 所以他就回来就身体就不舒服 身体不舒服的话就是他就常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就去找各寺庙 去什么借戒 去看那种小兴 都没效 所以他就去参加到原则老师 在淡水主委 益经风水设计方法 他就去那边去听 听到尾后就是说 就听到老师说益经风水 跟他都很舒胜的 说得都很好的 所以他就去那边去讨论 讨论的时候就跟 请教老师说 因为有这种事情 去参加殡葬 回来后就是身体不舒服 都一直身体都很趋弱 没办法好做事情 所以他就请教老师 老师就跟他讨论 他说 你这去重返中 这样因为他就介绍去 土生 安心道场 后来他就自己坐纪念车去 去找安心道场 一个法师 去看一看 他说要给他收招 收招的就好去了 好去了 从中处就开始了 跟老师专论去结婚 他就補我们去说 淡水地位那里有一个元首老师 很厉害跟这个月经风水的 说风水 居家风水 这个社区方法 很厉害我说 他说 这样 我也来去听看看 他说重时跟重时 好 我们就大家聊一聊 聊一聊 都很有 几十个去 去那里去帮他聊天 听一听 听到大家都这样 很好 说得很上识 左青龙 右白斧 都说得上识上识 都要有安装油是怎样 要怎样 反对白后 要怎样化解 清凉是怎样 说到风水 很多 所以就要开始结婚了 一直结婚到现在 黎师兄 我听说 你不是有一个问题 我跟大家分享吗 那个问题 因为我在 第一个 跟老师结婚之后 在淡水地位那里 在参加社区方法 我就都去那边听 听了就听了差不多一九个月 在那两个月 因为这都是第一期的社区方法 然后都抵辑了差不多两个月 我们就结婚了 所以我听到 在结婚的以前 就有我们十个儿子 第三个十个儿子 就忙到一个忙 说这样 我这样去 无态无子 走路 去一个车车 这样 乖过 乖坐在那里 人们都这样 老费老费很多 送去便宜就没救了 这样 所以说这个梦境 都不敢跟我说 就跟他们 我们十个儿子 就跟他们妈妈说 他妈妈就跟我说 我们太太就跟我说 哎 你们十个儿子 望着这个梦 是不是很不好的 就是这样 你如果去设这个月经 你们老师也看到我 帮他这个梦境 梦中的这个 老费的这些事情 给他问看看 看我我帮他 我就说好啊 不然我就问老师看看 结果问老师 老师说 梦境他也不说带后带了 但是我自己用薄膜 给你算看看 薄膜 有一个薄膜说 你这没关系 你这 那个 死去现在 活在未来 这一定后来 他会对 你有很多 那个 通修 都会对你 到后面去走 所以我就说 这样大家没关系 我就回去跟老师说 没关系 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说 后来我会花了很久 回收 说没关系 我会带一些人 大家都对我去 去后面 对我走 所以说 有这个营连 就开始 结果 有一个 对老师 就对到现在 有了几十年 到现在 就是 都异常 就是这样 这个故事 是这样 就是 他们同学 工法师 也没有工班 他给他介绍 我在主委设计方法 上课 来谈听 因为设计方法 都是穿便服 所以他们来的时候 他想说 这样 我怎么不暴露他的身份 所以他们有 一二十人 我怎么都请便服 来那一堂旁厅 就是有一天 他就是来 在说这件 问题的事情 因为我们林师兄 他修得很好 他是现在也是工夫人员退休 每个月都有退休风 所以 对家里也都是大大小小很照顾 所以他女儿这个梦境 让他们大家非常的紧张 很惶惶惶惶惶惶惶 花生这个车祸 那个现象又不好 所以他就一直很烦恶 不敢跟他讲 就是跟他太太讲 两个母子在那里 一直烦恶 烦恶到最后说 这也不是一个办法 到底是怎么样 如果是急没有关系 胸向要想办法来化解 所以后来就跟他讲说 你看看你老师也要解梦 所以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说 原来他们也是 那一些同学来得那么多 就是已经在我们中文语面 而出几班同修 我不会解梦 所以我就跟他补了一个卦 补了一个卦 就是子孙之士 然后旁边都是上下摇 都是兄弟动来相生 那子孙动又化回头生 我就跟他说 你这会平安 以后很多人会跟着你一起修行 这就是说 我跟他讲是说 死掉过去活向未来 是这样子跟他讲 那个时候我是真的不认识他 我也不知道 后来就是我们同修建议 就是在要成立一个教室 就是帮忙找到这个地方来 所以这个教室从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在这里做法工 这个教室整个以前不是这样 都是在这里 把他一直把他给整理起来 然后他那个官辈送得很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官辈团队 都是他在带 初一十五都在楼上送经 所以我每次带弘法 不管到哪个地方 或者是我们的初级班 他这个法工都全程参与 然后我记得很清楚 他跟我结缘的时候 弄这个教室 他跟我讲一句话 说老师啊 你如果有什么事情 你就是找我 不管是 暗时 整点都没关 所以我们做法工 因为这个车子 从台北到我们县楼市 都要很早出发 所以他都睡在我们教室的沙发上 这样子带领这些同修 一起来共传法轮 所以我们微信神教 就是有这么殊胜的这个法 我们博拐都会知道 到有这么多无缘的人来佛齐 让我们的这个法 能够这样子一直持续下去 那那个林师兄 你女儿不是有一个 要爱一个孙子 这件事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他结婚差不多八年了 八年都没生 后来他就想一想 要生一个六七 他说好啊 他说你要生的 没有我这样 我们仙鹅室有一个 五百楼汉 来到仙鹅室 我带你下去 来到我这样 头脑脑脑的 左转右转 这样脑脑的 可以说百分之百 都会生的更多 生的 生的女儿 生的女儿就看你的缘分 十八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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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倒平生 或是降平生 我没记得 就要 对五百六方 要去生 顺时针死 大夫 顺时针死 大夫 要记得了 就说去带他们去 去拜拜 去生 去逃逃逃 结果没多久了 就生一个十五个儿子 十五个儿子就说 生完之后 两个都在上班 坐在台上 一个是在台湾 所以我就 生完之后 就要跟阿公阿嬤 搗帚 就是这样 小孩子的过程 不是好像有身体感冒 还是什么好者 有什么事件吗 有啊 就 我们的孙子有做米勒 正米勒 小孩子的时候 我都在那里搓 搓 搓 前两年都没事情了 结果第二年过后 都在甘霸 甘霸就会发生 发生就是 有时候都会差不多 三十天 整个星期 这样 现在整个星期 疼不好 就带去给他先看 就拿小的油 再吃一口 吃老品水的油 吃一口 吃得都不好 经过已经在买 差不多三个星期 又一天又发生 吃得差不多四十了 我太太就带他去 因为我住在甘霸 所以甘霸便宜 就是文主公更大街 就去那里面 去甘霸 去甘霸 也是拿铁锅 这样而已 没有说 钓一个 或是大棚的铁锅 没什么 就这样全 拿油回来 又吃 又吃 如果经过三天之后 我说不对 都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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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收 要怎么办 然后又带去 我来一个修医科医生 修医科医生 他就说 一个看 说 他的皮肤都去红柄了 说这样这比较不好 你要去大间便宜 去抽的检查 然后他就介绍 不然你专进去 这个阿当便宜 班教这个阿当便宜 亚冬医院 去的时候 就 医生抽的检查 说 你这个 整形不好 你一定要去 去更大间的便宜 看你是要去玛街 或是要去台台 那时候我就中心了 我就说 刚才不知道 要去玛街 或是要去台台 那时候就拜託 我快打电话 拜託老师 说 纏着点拐 我说 是要去台台好 或是要去 对台台 有阴缘 或是要去 玛街便宜 有阴缘 我女儿 他也中心了 他就去找关系 所以他台台 有一个佛叔 他也在这个 癌症中心 他就去问他 上网去找资讯 还有阿党便宜 就介绍到 玛街便宜 我就拜託老师 展卦 看桌上去 老师是说 他没有在台台 但是我就跟我们女儿 说 不然我们去台台 好吗 因为我们女儿 跟我们女儿 他们都没有在身上 所以就说 比较不好沟通 我便宜 不可以说 行过勉強 跟他说 一定来去台台 我们来去台台 好 他说 是怎么就要去台台 他都不会变 因为他 现在年轻人 他的资讯都上网都很 都很 很 很充足 他说 这桌椅子更好 桌椅子更好 他都知道了 所以说 没法好 叫我们中文 说 博外的营免帅 去 所以 咱们就 同样是坚持 对马改变医来 这样就是这个情形 来这里开始 入变医之后 就开始 说 这个是 检查起来 就是 扁桃献性白血症 哇 那烦烈了 就开始 住院了 就开始要化疗 这化疗中间 就 就 就 开始都在化疗 就要住院 几十五个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所以 到马街医院的时候 好像病情 都不是有看起来 很好的这个迹象 所以 大家都 非常的紧张 状况不是很好 所以 我们就 再跟大家用意 到底 这个小孩之后 的病情 要怎么样 才能够抗议 博客的原因 就是 跟他的主线 有关系 所以 他们的 那个主线的情况 林 师兄 你比较清楚 你来细数一下 我们 警察是 外省 他们老爸 是对 那个 大陆过来 做兵 我们 说的 那个 对 大陆过来 就对 至今 大陆过来 台湾 所以 他就 甚至说 老荣民 他 单身过来 他也没有 带祖先 也没有 拜祖先 所以 结果跟 我们 做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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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问题 就是 较不理 现在 少年间 较不理性 这些风水 就是做兵的事情 所以 你跟他说 不然你也 最后 回向 给你的 那种文 就是说 有这个 天铁 师傅说 天铁 来 回向 完成借助 做兵 但是 他就 听不懂 他 没法 买了 就说 没有 既然 听不懂 不然 我们就自己 晚上做 把他做 做兵 更好的 其他 没什么好的办法 所以 在北斗教学家 请 各位 师傅 来 参加 尚经 尚经 来 回向 我 滑船路 赠米勒 结果 最后 就 有 政府 改善 没有 这样 人 很辛苦 慢慢 就会 好 就是这样 一些的案例 我们跟他战卦 就是 一定要 供奉主线 要 操毒主线 才能够 让这个小孩子 圆满 但是 他们年轻人 两个 他都不相信 所以 有改善 要 自己要 非常圆满 这个就 很 很难讲 所以 祖先的事情 实在说 当我们 来到 维新圣教以后 我们就是 觉得要 非常的 重视 那我来讲 我亲身的一个 案例 就是 我妈妈 她 她 往生 那我妈妈 她 身体很健壮 她的那个病挂里面 子孙寮 就是睡菌 所以她 自己被子里面 她 那个健保卡 如果去看医生 只有看一样而已 就是 因为她是大女儿 她的牙齿不好 小时候 大家都很疼 所以 糖果都给小孩子吃 小孩子抱着 嘴巴含着糖果 就睡着了 所以她那个牙齿都咬起了 所以她 她身体 唯一的问题 就是 脆弃的问题 其他的 没有问题 所以 我妈妈身体 很健康 她是 86岁 还是87岁 往生 她往生的时候 也没有病痛 三更半 那一起来 上射手 又去那里 她知道 奇怪 太太 吃完早餐 什么 她都今天没有起来用餐 去跟她看一下 她走了 所以 我妈妈 她是 非常地顺利 演技 但是 我一个小女儿 她没有跟我们住在一起 她就是一直 很犹豫 说 妈妈的话身体这么健康 什么突然之间 她走了 是不是 哥哥跟大嫂 没有照顾好 妈妈 撞到哪里 还是怎么样 跌倒 往生 不敢讲 所以她就是 一直心里有这个疑惑 她也不敢跟我讲 她就是跟她 跟她 大姐讲 因为我是 上面还有一个姐姐 这个信息就是 就是传到我女儿这里 传到我 我 我太太那一边 然后她在跟我讲 人往生是没有马上走 所以我妈妈她也知道说 她这个女儿 就是一直在怀疑说 她的往生是因为我跟我太太没有照顾我 没有把她照顾好 所以就给她一个梦境 那个梦境是怎么样 就是说 她给她看到 我妈妈她手里抓了一只鱼 然后因为在那个鱼鱼里面 所以她这个手一定有沾鱼的鞋 有那个血腥味 然后她跟我妹妹讲 说我抓了这一只鱼 只要给你们吃 她那个梦境里面 我的后面有一群人 她说 这个我没有要给你 那个 各个后面的那一群人吃 但是我妹妹不懂得她这个梦境 我妈妈是在跟她做什么 开示 这个妈妈就是 给她要做 就是要给她一个教育 就是说 妈妈这个时候 为什么会沾满的血腥 她就是 在那个鱼子 整个人里面 她挑一个 说这个是最新鲜的 要给她自己的子女吃 这个就是一个母爱 但是不计 哥哥后面的那一群人 因为那群人 那就是犯人 跟着我在 写维先生教的这个话 就是说 妈妈的心 都像小爱 就是爱自己的儿女 没有爱外面的这一些大众 这就是大爱 所以她跟她讲说 你要跟着你哥哥 他们这样子学 但是她不懂 所以她们的心里面 还是一直在怀疑 她说 这就是 刚刚又 阿嫂可怜 搞得不好 所以我妈妈 就又给她了一个梦境 那个梦境是什么 看到我爸爸 我爸爸拍一个睡袋 所以她就问她说 爸爸你要去哪里 她说 我要来 接你妈妈 她就想 她看 我爸爸就一直往 人往生 那个尸体堆积如山 那个丝臭味 她在梦境里面 很难闻 他看我爸爸 一直走去 他就知道 我妈妈在那里 所以到的时候 他把她关起来 就去 我妈妈真的在那里 结果 她没有丝臭味 而且 那个 形象 非常的庄严 所以 那个就是在告诉她说 唉 我很安然无恙 你们在那里想的 有没有 错误了 我讲这个问题就是 我们来到维先生教 你看有多殊胜 这个就是 祖先的东西 我们如果 你不重视 要得到家里平安 有时候是 比较困难 我们非常感谢 林师兄今天跟我们 做这个正道分享 我们一起合掌 今天非常感谢 林医悟师兄 跟我们分享 用意的书证 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 收看 用意与人生 祝大家 阿弥陀佛 我 他们是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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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你 中文字幕 李宗盛